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你,喜歡爬山嗎? 你,喜歡探險嗎? 你,喜歡褲子漸漸被拉下來的感覺嗎? 這點不願意讓我知道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被我說中的話 今天的主角或許真的可以滿足你的心願 對,看到影片的標題 各位心裡應該也有個底了 那就是那個專出非主流手機的廠商 UNIHERS或者說8849 又推出新一代的TANK啦 廠商也非常好心的 每一代都有提供機子讓我拍片 而且你稍微回想一下就知道 這個TANK也不是那種一年只有一根的系列 而是每隔幾個月就又會推出一支來 但為什麼我每一代都會想去介紹 就是因為它每一代真的都有專屬於它的特色啊 雖然現在我也還沒開箱實際使用 但我已經滿確定 TANK系列不存在所謂買新不買舊這定律了 比如一代TANK就是主打超大容量的電池 二代則是各種燈 有投影燈 更多的露營燈 以及警示燈 至於這個三代啊 廠商就敢開始要以旗艦鞋方向去做這台手機啦 TANK3啦 TANK3 你到底是個傻東西啊 反正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相當荒謬啦 一是體積超大 重量超重 TA注定得小眾的一個系列 它有辦法持續出到第三代 而且還是沒幾個月就更新 每一代還各有特色 這次竟然還要賣向旗艦龜殼了 這個即使受眾不多 還是由於突破就是我的精神 真的必須得在影片一開始 就要給廠商一個Respect 反正現在它就在這咖盒子裡面 整個圖樣配置風格和親戚帶相比 是幾乎沒什麼變 而且For some reason 這邊又寫回UniHerts的Logo了 不然UniHerts的三方手機 應該要改過8849這個牌子才對啊 從這邊來看 感覺也是另外再貼UniHerts上去的 反正不管啦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看 然後將這個磚塊拿出來 來,開始我們的似魔儀式 OK,這一代TANK3的模樣就長這樣 整個設計語言還是維持千奇彈量 不過這在左右側邊還多了這種模仿碳纖維的紋路 我認為廠商也成功塑造出TANK系列的標誌外型了啦 就是一定要這種黑灰色堆疊的設計 然後線條相當粗獷 除此之外,一大片的露營燈也是不可曉的 從這個大小與厚度來看 你們隔著螢幕應該也也會感受到它的重量了 而且這次真的又破天荒了 當時一代TANK是553克重 二代是530克重 結果這一代有多重? 整整666克 蘋果的Vision Pro整機重量表定最多也就650克 結果這用來拿在手上的東西 直接能抵過三支手機的重量了 那我想應該也不需要談什麼單手使用舒適度了 它就是一直無法以單手來用的手機 就這樣 至於厚度嘛 這代也是升級了 來到了31毫米 比上代多了整整7.5毫米 那我只能說 這手機是重值且重量啦 變重變厚那麼多 也確實是有它的用意在 等等你們就知道了 來看鏡頭這裡吧 區塊也明顯的大很多啊 可以發現和上代相比 又多出了一顆鏡頭 原本TANK一代就只有主鏡加上夜視鏡 到了二代多了一顆超光角鏡去 結果三代呢 不是加什麼微距鏡 而是直接配備了督地的望遠鏡頭啊 某些騎鏡機都沒有的東西 你TANK老兄居然給我放進去了 雖然沒像那些頂尖拍照的手機那樣 有什麼五倍前望鏡啦 這次我三倍光學變焦 然後八百萬畫素 但這真的也是繼ROG8 成為首支旧望遠鏡頭的電競手機以來 讓我同樣震驚的另一個消息了 而且還沒完啦 前兩代TANK的主鏡頭 不是就我一億畫素了嗎? 結果TANK3的主鏡畫素同樣也升級了 一億再升級上去 那好像也只有一個答案啦 沒錯 這傢伙居然也有顆兩億畫素的主鏡頭 感光一鍵用的是三星的HP3 尺寸有1.4分之一吋 比S23 Ultra跟S24 Ultra的HP2還要低一些 等於用在一台三方手機上 這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了 再來再來 超光角鏡也升級了 從1200萬變成了5000萬畫素 咬夜市鏡頭就維持在6400萬畫素這樣 所以說畫素不是一切啦 但我說這個後鏡頭畫素總和 根本已經打破市面上一大票極限機了吧 而且這主鏡頭畫素之高 望遠能力感覺都可以 跟它那顆3倍800萬畫素平起平坐了 反正廠商就是這樣放啦 那後續的實拍表現 也真的是該給它好好期待了 再來我為何說TANK系列不存在買新不買舊 從自帶的背面也能看出一點來 原本就有兩個大塊雙攝溫的露營燈 到TANK3還是拿掉一塊變回這樣了 所以更偏中露營燈的還是可以去買二代 但這條下巴的紅藍警示燈 在這裡可是沒有妥協掉的 再來Logo做到偏下面的位置去 整體的配置看下來也比上一代來的簡約一些 那麼從後面機身翻過來的右側來看 是音量鍵和兩顆自訂鍵 這一代排列變得偏上且集中了 同樣的左側則是SIM卡槽 和結合指紋辨識的開關鍵 上次這裡看似有著跟上代相同的投影燈 實際上並不是 TANK3配備的是雷射測距儀 也是先前所沒有的東西 就看你的需求是想要投影還是測距了 到時候我也會實際展示給大家看看 然後紅藍線接收器就同樣在這邊 可以當遙控器來用 下車這裡一樣需要把蓋子拉開 才可以看到裡面的Type-C跟36互密爾機孔 然後說到這顆Type-C孔也是升級有感的地方 充電速率從上代的66W直接來到了120W 對於這隻具有大電池的手機絕對是更有幫助的 更何況它的電池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呢 是的 這手機之所以更厚更重 最大的關鍵還是在電池容量這裡啦 一代TANK多達了22000mAh TANK2小了一些為15500mAh 結果TANK3不及容量回到了二字頭 還突破了一代來到了整整23800mAh 成為TANK系列史上 不 是手機史上最大的容量啊 你不要說什麼挑戰評測期間完全不充電啦 我感覺我連它的一半都用不完啦 可能我影片都弄好上架了 你們現在都在看了 它還有70%以上也說不定 那正面模樣也跟上代沒多少差別 前行的挖孔同樣圍在中間 這設計就跟我們目前在用的S24 Ultra相同 只是除了這點之外 它們的相似度應該是0%啦 每次拿到TANK 都會馬上覺得身旁的手機再大 也不過就如此而已 反正就要說它的相機規格吧 等等你就會知道 它升級的地方還不止我剛剛講的那些 首先這一代的螢幕有6.79吋 解析度是1080x2460 標準的1080P 才至於樣式 IPS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取向的關係而沒有用上AMOLED 但沒關係 因為和上一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這代更新率直接升級到了120Hz 看來廠商已經聽見了使用者的輕聲啦 之前我就覺得沒有高更新率很可惜 那這代就是真的有了 那它的三圍是179x86x31mm 重量則是666克 屬於TANK系列的正常發揮 再來處理器也相當之有料啊 前兩代都在用聯發科的G99 這代終於升級 而且升了不止一個檔次 直接用上了台積電4nm制程的天玑8200 效能差不多位在高通S888的程度 能說上雙高階了 而且當然不會像S888那樣容易過熱 基於記憶體與組成空間也同樣升級了 來到16加512GB 鑽絕不凡程度 勝過三星S24 Ultra 也是第一次搭載這種容量組合的三方手機啊 這個TANK3到底是要開創多少輕力呢? 背他能不能外接SD卡 還是可以 然後雙實體SIM卡同樣沒有少 還因為處理器升級的關係 變得開始這邊5G網路了 科技可賀 不過eSIM就還是沒辦法擁有 電池容量的部分就是剛剛講的23800mAh 有了這支手機直接讓你變成電量富翁 充電功率也提過了 是120W有線快充 沒有無線充電 有了也不知道會充到民國幾年 充分辨識的方式不變 一樣是側邊指紋和2D臉部辨識 防塵防水是IP68 三方手機都標配 再來喇叭一樣只有單顆啦 這還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而3.5mm的耳機孔在剛才就讓你們看過啦 至於後鏡頭組成 分別有2億畫素的主鏡 6400萬畫素的夜視鏡 5000萬畫素的超光角 以及800萬畫素的三倍望遠鏡頭 前鏡頭其實也是有5000萬畫素 還滿豪華的組合啊 價格的話官網標價799美元 相當於台幣25000元左右 比之前都還貴了不少 畢竟規格也真的是毫不猶豫的 各種給你升級啊 就看你認為值不值得花這些錢 買這樣的手機了 然後對 這手機台灣也是沒有賣的 而且他開機的時候 也還是顯示的8849啊 反正不管啦 先來講講 現前我時常抱怨的安全鬆動問題啦 欸有啦 道路自帶是有好一點了 但還是有些晃 只是沒到之前超級鬆的那種程度 然後觸發力道還是輕啊 感覺還是滿容易誤觸的 反正這個用了就知道 至於露營燈跟警示燈供燈 我就不再開箱式展示啦 反正之前也表演過了 然後這個更新率真的就對了啊 這才是120Hz的感覺啊 至於盒裝配件 其實手機本身已經有貼出 要螢幕保護貼了 這裡還是有額外給你一張玻璃保護貼 然後也有兩片清潔組 這也是Unihertz的貼心標配了 再來就是說明書 還有這個 十分有份量的120W充電器 等一下同樣也會給大家展示 拿它來充這麼大的電池 大概是多快 充電器是Type-C規格的 所以現在就是C to C的啦 以上就是這次Tank3的開箱介紹 究竟三方手機升級成次級鍵規格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體驗 待會直接揭曉 現在我與Tank3的生活 正式開始囉 好啦那先來說說當時開箱完的情況 首先是有一點好笑的一件事 當初剛設定完 手機就告訴我有系統更新了 然後下方還有個提醒說 建議讓電量保留至少30%再更新 不是耶 雖然手機當下只有19%的電量 但以這電池容量來說 即使剩下2% 更新完根本也還有電吧 反正當晚我就用隨附的120W充電器 將它放著充電了 這充電器在110V的狀態下 也還是能滿血輸出 那充電過程也能感受到 機身金屬部分是微溫的 大概接近39度不會到燙手 那我從18%開始充 途中保持待機狀態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後 就完全充滿了 這速度以它可怕的電池容量來說 已經很可以了啊 那這時你可能就要問了 不對啊 那現在怎麼又耗到只剩不到20%了啊 好,別緊張 你知道從拔掉充電器後到現在 已經過將近兩個禮拜了嗎? 其中經歷了一整個充劫假期 途中從來沒關機過 雖然大部分也都是待機狀態 但拿來用的時間起碼又一天了啊 這段期間也是一直連著Wi-Fi的 不過也可想而知 這樣的減航力 就是以這樣的體積重量所換來的 我就算這樣兩隻手捧著用 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吃力 拼上我桌子的話 真的是要給它靠一下 不過即使機身再大 它還是躲不過被我拿來打稿的命 這個體驗也是不意外的一言難盡 震動馬達就一樣鬆散啦 應該也不會有改善的一天了 此外打字打太快的話 也會有發一些赤感音的狀況 螢幕在設定次動亮度的情況下 我這樣使用下來也蠻常發生忽量忽暗的情況 感覺需要透過軟體修正一下 身為戶外專用手機有這問題不太應該啊 說到這個 不像他帶出門用怎麼行呢? 但經過前幾代的洗禮 雖然已經有一些經驗了 但TEC 3 最突破極限的重量 真的讓我的褲子有點符合不來了 你說發壞套口袋嘛 又會覺得一邊肩膀特別重 因為這手機而影響到身體配重真的是很猛 總之最後我不管啦 就直接丟包包裡跟其他物品塞在一起吧 反正這種4英里極強的手機也沒有寬得它的需要 那出門期間也都是拍照、開熱點樣樣來 續航力剛剛各位也知道了 偶爾帶出去用 還過完整個春節假期它依然還有點 喔對,圖中當然有玩完這個TEC 3 專屬的測距儀 它跟iPhone 那種測距儀用法還蠻不一樣的 TEC 3 的測距儀沒有鏡頭輔助 已開始會給你幾種模式 第一個距離測量很簡單 就是測試手機離前方的物體有多遠 按下去當下手機會發出肉眼可見的雷射光 亮度很亮所以被直接照射到眼睛 那它這裡也可以設定是要以手機頂部到物體的距離為準 還是手機底部 單位也能切換成英尺 再來面積測量模式其實就是剛才的延伸應用啦 這次手機最好得先處於靜置狀態 比如你要量房間的面積 那就是放在牆角先量房間其中一邊的長度 也記得要先調整為手機底部為準 量好一邊之後就轉90度再量另一邊 這樣就能算出房間的面積了嘛 那下一個模式是體積測量 就是又多了一三圍嘛 我就不展示了 而勾股模式是量面積 不過是量一個邊與對角線 然後透過勾股墊裡來算出面積這樣 所以你拿去亂量對角線比邊還要短的話 它也是會報錯給你看的 反正這個特區儀雖然我平常用不到 但對於有需要的人 它確實是有一定的實用度在 官方也說最遠能測到40公尺的距離 所以不僅是冒險用手機啊 當工業用手機也是很可以的 那當你有需要帶它翻山越嶺 後面這塊露營燈就是它派上用場的時候 亮度是稍不及上代那樣 但也很可以了 這個紅藍錦示燈也依然有保留下來 但平時在路上最好還是別亂開這個比較好 至於軟體界面這裡 目前它搭載的是 Unihertz 些微定製過的Android 13 有幾出不一樣的地方啦 比如廠商居然在這代搞了個動態桌布進去了 真的是將原本前幾代就已經夠中二的桌布 變得更加中二 都有種熬去手機的感覺了 乃至手機出廠時的桌面 第一頁就放了大大的測距儀LOGO進去 除此之外 下拉狀態列也有測距儀的開關 確實有看出廠商要搶打這功能的心來 坦克之前一樣 內建的桌面有過陽春難用 所以我就還是第三方伺候了 好,那這代的記憶體跟處理器也進一步升級了嘛 賠償120Hz 的螢幕 即便手機拿起來對我的手是一種折磨 但操作上的爽度至少有顧到 只是這個天玑八星人配上這樣的機身 跑起壓力測試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結果就是高達99.5% 的穩定度 圖表上實質的一條線 最高分甚至不在前面幾輪 一來自處理器本身功耗與發熱表現 確實很優秀啦 一來自手機左右測的金屬 對於散熱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至於分數的話 就跟上次我測的OPPO Reno 11 Pro 差不多表現 載GPU測快會比高通S888還要好些 當然穩定度就更是好像幾百倍了 那也通常加硬一下 它跑完這20輪所耗的電量 對,只從98%掉到96% 也就是說它效能全程開滿跑了20分鐘 僅僅掉了2%的電量 這是何等的變態啊 接著喇叭測試 各位就自行聽聽看吧 這次Tank 3 的喇叭有稍微移動位置了 不過就還是在機身的背面 靠近底部那裡 只有一個單體 不過最大聲還是頗大的 至於音質嘛 我就不下什麼評論啦 OK 該來說說這個相機了 我實在是沒想到有一天我會花那麼多篇幅 在講一台三方手機的相機表現上 但不講不行啊 人家都有兩億畫素跟望遠鏡頭了 哪超廣角的廣度我這裡查不到 但就是沒特別廣也不認為去拍攝 表夜視鏡的畫素是望遠鏡頭的8倍 這個也只能說很有趣 那你知道更有趣的是什麼嗎? 它內建的相機居然加入了照片浮轉音功能啦 印象中之前是沒有的 這手機的相機看來是要來真的了 除此之外 觀景窗中間也多了水平仪的輔助工具 獨立的夜景模式也是不可笑的 然後或許也有人發現了 交通按鈕這裡 望遠的選項是寫著3.4倍而非3倍 嗯...對 實際上這顆望遠鏡頭是3.4倍的光學變焦啦 官方說的3倍都是四尺五入後的 這我也是看了相機後才知道 那怎麼樣?開始期待成果了嗎? 來看看樣張吧 這裡我就直接拿手邊的S24 Ultra來當作對照組了 我知道兩者級別不一樣 但就當個參考嘛 那這兩次主鏡頭的焦段都一樣 所以拍出來的廣度也相同 只是這個色調差距嘛 雖然三星拍出來的照片 往往是走鮮艷風格的沒錯 但Tank 3 這個也太清淡了吧 飽和度已經低到我覺得有點不正常了 再來看這張逆光測試吧 Tank 3 的 HDR 確實有File 作用出來 在壓低亮部的同時 影響按出拉亮 問題是... 這按出的雜訊實在太多了啦 也不是在躲暗的地方拍的 而且整體色調依舊超淡 有啦 暗處倒是還蠻五顏六色的 不是啦 這反而不是該先人的地方啦 喂 反正我們就換到超光角鏡吧 這時色調就比較正常了 廣度困類設施 Ultra 比起來差有點多 但就還能用 只是角落模糊與紫片的清新也是肉眼可見的 不用放大就能看出來了 好 超光角到這邊 來看看Tank首次加入的望遠鏡頭 所以這裡我們要放到 3.4 倍 才能得到望遠的原生畫質 結果清晰度已經有所降級這點 我就先不提 這明顯的綠色色片擺明就是有問題的啦 所以它是一直都有這情況嗎? 嘿 我必須很遺憾的說 這幾天用下來都是這樣 相信是軟體上的問題啦 希望將來更新能改善 只是現在拿望遠鏡頭拍照 感覺就會像套了層濾鏡一樣 喔對 然後這個就是十倍望遠的結果 相信也不用我再繼續望遠下去了 那如果是開門主鏡頭的兩億畫素呢? 整個清晰度是比一般模式還要好了啦 但能明顯看出 跟 S24 Ultra 的兩億畫素比起來還是有差 況且我已經認為 S24 Ultra 這部分的表現不是很好了 你就知道 Tank 3 這兩億畫素的細節 可能還比不過其他手機的5000萬 那麼拍實物的話 Tank 3 也沒有什麼美食濾鏡啦 拍的時候反而得注意手機被掉下去 往後會被砸爛 但畢竟 Tank 3 主鏡底子也不小嘛 所以近拍散景也是跟 S24 Ultra 差不多中的 再來跳過微距直接上夜拍吧 欸這個時候 Tank 3 似乎就有一些覺醒囉 這個夜景模式的成像 還真的是遊戲給他有模有樣 雖然細節看清晰度還是差了些 但白天那個鮮艷度超低的問題 在這邊居然神奇的被解決了 不是欸 夜景模式真的是給同一個團隊寫出來的嗎? 喔然後 S24 Ultra 右下角有隻貓被我拍到了 即使超光角鏡這裡也是能用到夜景模式 不過表現就比較普通了啦 一部分也是因為這場景有些暗就是了 再來望遠夜拍一張定生死 沒什麼好討論的 鏡光量根本不夠 然後偏綠的問題也還是存在 但雖然剛才主鏡頭配上夜景模式 有點要回光返照的感覺啦 只是碰上這樣的超暗場景就還是沒折了 這個夜景模式就是按一下馬上處理完 不用說什麼30秒了 可能廠商就是希望你用一用它的夜視鏡吧 缺點就是容易反射的表面 會直接失去上面的模樣 比極用圖不同嘛 夜晚爬深探險就還是夜視鏡實用許多 那前景頭各位就也在剪看吧 當下我感覺自己正拿著一塊磚塊在自拍著 不過 Tank 3 前景頭的廣度是還不錯 只是我不說你們可能也不會知道 它的前景頭其實有5000萬畫素 這個細緻度感覺頂多800萬而已啊 那這個錄影嘛 就僅能當作紀錄用途吧 HDR 什麼都不苛求了 但是電子防走震已經開起來 還抖成這樣 那我也沒辦法了 然後 我不說你們同樣也不會知道 這解析度已經是4K了 結果看起來比 1080p還糟啊 反正事實證明 當今相機僅靠對應體絕對是沒用的 Tank 3 就這個軟體沒優化好 從而印象整個體驗的最佳典範 廠商拜託啦 都用上兩億畫素了 就多多照顧它吧 不然除了夜景模式之外 其他表現我都覺得很對不起這顆主鏡頭啊 總之以上 就是我與8849 Tank 3 的使用心得了 如果你打算真的想它一直探險工業用手機 作為你的主力用機 那它確實就是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這樣的效能要占個好幾年也不成問題 只是要當作背記的話 除非定量真的是你的所要考量 否則我會認為它沒請幾代那麼值得入手了 除了價格貴上取得之外 就目前來講 它的相機表現也真的是普普通通啦 反正這樣三代測下來 綜合來講還是第二代最能吸引我去購買 不僅後面露營燈超爆亮 那個頭營燈也更符合我需求 至於各位是怎麼想的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喔 我要來去準備另一隻奇怪手機的介紹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